啊啊啊啊 哎呦 我到时候就没吃过一个好吃的 怎么会吃 哈喽 我是Eva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知名美食节目主持人 Hadi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来做一个非常奇怪的视频 因为我和Hadi呢 带来了很多非常奇怪的食物 你这边都是澳洲的食物吗 其实不是所谓的是欧洲的 从不同的地方来的 其实我都觉得是很好吃 但是我估计你也吃不上 我看你的 我真的觉得完蛋了 其实这些东西本身是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外国人会难以接受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我觉得还挺好吃 但是maybe你受不了的东西 特别这个 我相信你有几个东西是你也吃不上 这个我也没吃过 我想先问一下 你吃过那么多中国的食物 有哪些你是觉得你受不了的 你们想的好吃的东西是我们不喜欢的 你觉得是很奇怪的东西 我们其实是还可以 那我觉得好吃的牛蛙 我不太喜欢 看我叫凤爪 我也不太喜欢 好了我们开始了 哪一个是先 这个 要血汗 有一个问题 好像没有熟了嘛 它还是有血 对它就是烫到出血 是最好吃的 所以你要蘸这个醋 加点姜这样直接吃 这个肯定是可以吃的吗 肯定 你保证是可以吃的 对我每次吃都这样吃的 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吃 哇好美味 你能接受吗 这个味道 可以的 其实有一点生蚝 嗯 我跟你我的一个 这个其实是很容易的 这个是酒吗 这个是酒吗 这个是酒 你知道是怎么吃的吗 我们说的是 你先吃这个 然后喝 然后 再吃个柠檬 你确定要吃那么多吗 对了 快 柠檬好吃 我觉得酒配这个 酒还很大 这个很好的 这个还好 你可以吃 对我不爱喝酒的人来说 有点辣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会帮助你过这里 因为有点喝醉 那我应该再留一点 我也带了这个东西 你知道这个是那个汤 然后 有一个好的 有一个坏的 你选年次 然后你选一个 我吃一个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什么味道 比诗 我先调一个 哦 我这是桃子 不是 好 重点来了 厚冬瓜 宁波客谈 我到现在我跟你说 我拍我的节目 我没有拍过宁波菜 是因为我受不了 用了 YUNNY 看你的酒可以用上了 哦 感觉到他整个人在颤抖 天呐 我不会再做这个 好 这个是那个 全棉建国 烧麦草 我们给镜头看 这个是国外的吗 这个很普通常啊 这个我跟你说 我每个早上都会喝的 它是不身体 还有呢 它也可以 洗肚子 可以让你瘦 减肥 减肥 我这样还要瘦吗 你给我那么多 没有没有没有 可以点 这个可以点 这是抹茶 它不是抹茶 它是草 你觉得很好吗 热一点会更好喝 那我失败了 但是我要少喝一点 我怕甜肥这件事 你是给我那个 我是给你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冰榔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都是一个大的 但是它是被切开的 我买的是那种包装 我听说就是冰榔吃多了会上瘾 但是吃一个应该没事 如果吃太多牙齿会染色 也有一点 巧克力的 它甜的 然后辣的 有辣吗 我会感觉这种薄荷的 薄荷的 口感不好 就感觉像一块木头 对像木头 OK 我还有一个 这个其实不是太厉害 这个是水瓜柳 这不是胡椒吗 它不是 它是一朵花的 这是那个对 外面是盐 盐 这是一口的吃 它不是不好吃 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在菜上面的 那我吃两个吧 好咸哦 对 酸和咸嘛 这个吗 黄色 黄色是什么 臭鸡蛋 你的是吗 是 我的也是 我给你来个硬菜吧 我最喜欢的 我还以为你没吃过 我跟你说外国人吃这个 所以很害怕 因为它还活的 我刚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吃 但是它现在已经醉掉了 知道 你在中国已经多少年了 22年了 所以它完成了 是你醉下 不是我跟你说 这个是我们 我刚刚来的时候 其实我还没有到这里来 我去新加坡 那个时候我少 我就吃这个 我就觉得很害怕的 但是我到这里来 然后我就发现是 因为它还活的 我就感觉不太好 但是它现在是醉了 对 现在都没在跳 餐厅里很多端上的都还在跳的 对 现在介绍这一个 其实这个是澳大利亚最有名的一个东西 像我们一般是放在棉包上面 好像巧克力 但是基本上 除了澳大利亚人 基本上没有别的人喜欢 就是除了澳大利亚以外的人都不行 对 但是基本上每一个早上 澳大利亚的孩子都会吃在棉包上面的 有点大吧 你吃这一块的 好大哦 你吃了棉包 好咸啊 你感觉怎么样 其实它是有 好咸 有一点牛肉的味道 澳大利亚人口味那么重 那么又那么咸 这又那么咸 我也来 吃辣的 辣条 中国人的对爱 等等 这里有两个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 但是这个也有很多人喜欢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尝一下 我的是辣的 这个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尝过了 好辣 甜的 对甜甜辣辣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没意思的 OK 除了那个冬瓜 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真的是 很温柔了 对很温柔的 下手没有很重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 我觉得是 我很高兴可以介绍这个 因为我也是给他们吃的 我们已经到最后了吗 对 蒙眼关系 而且这个是 它不是你吃的时候的问题 它是后面的 后味是非常香 我也给你一个 就是它 闻起来 你会觉得它 哎呀妈 这什么鬼 但它吃起来 特别美味 人都忍不住吃完 来吧 我们先带这个 这个东西 你会感觉很好吃 嗯 开始的时候 OK 再看 看哪 海底你还在吗 你现在闻 闻得出来吗 好 好 打开 啊 还好 还好 这个很臭很臭 是不是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为什么吃到后面会犯恶心 因为它是用羊的奶 但是我想这一个它的后味 真的像羊肉的 但是一个臭臭的羊肉的 就是我说不上它吃上去什么奇怪 但是我的鼻子有反应 对 就马上一股味道冲到了我的鼻子 然后呢 哦 好我要抱歉你 你觉得这个很好的 很厉害的东西 真的 给你戴眼罩 先给你近距离 闻一下 哦 臭豆腐 这个可以吃臭豆腐 不是哦 广西柳州的一个 非常知名的中国美食 来咯 这个是一点点豆制品和它的主食 那可以吃臭豆腐 不是 我已经感觉到了 你一直在退后我摘不到你嘴里 是什么 吃得出来吗 怎么会这么臭 它就是闻起来之后 其实吃起来不臭 吃起来其实就挺像桂林米粉的 你看这都是很正常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这个粉碗 对这里面是粉 然后还有豆皮 还有安全蛋 青菜 那你刚才给我是什么东西 我刚给你的是一个豆腐皮 和一点点米粉 绿色的吧 绿色的好 屁味的 球球你给我一个好吃的吧 好吗 这个屁真的很屁 你觉得你是很容易被人骗的吗 还好 还可以的 我到现在没有吃了一个 没吃 我没吃 那你干嘛啦 吃东西呢 我没拿 我前面的两个都是水果的 然后后面全部是你吃了 然后我是假装去拿 哈哈哈 所以海底 这些食物里哪一个是你最能接受的 哪一个是你最不能接受的 最不能接受是这个 而且我希望你可以拿走 最不能接受的 好 来 拿走 最能接受的 要么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蛮好的 冰牢或者最虾 对 我觉得两个都没问题的 这个我觉得也还好啊 好 我的呢 你的最不能接受就是这个 奶酪 好 我应该一开始不要觉得它那么轻松 因为一开始真的只是觉得咸而已 嗯 很好吃 太咸了 我就知道了 你多这样 其实这个后味是更厉害 如果你一下子黏下去的 其实你没有这么厉害的味道 好 还有我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茶 因为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抹茶的感觉 嗯 所以就清清淡淡的 而且同事应该也很喜欢 因为可以减肥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 你最喜欢的中国的美食 你们觉得Hydie最不能接受 你可以留言给我 我下次可以准备 如果是有外国的朋友 或者是你们去了国外 然后你吃的最难吃的东西 你告诉我 这样是我可以给Ava吃 好了 我们期节目就到这里 结束了 下次再见咯 再见